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只需要打一个链接 你就可以开到那个网页了 你不觉得这是好像一个模式一样吗 我在马来西亚长大生活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的国家 我们有马来同胞 华人 英语同胞 卡达三族 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大家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和睦共处 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一点 这也是马来西亚的特色 在城市地区 大多数地方都有WiFi连接 通常上网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在比较校外的地方 要上网的话 就可能比较困难 因为设施还不完整 老一辈的 都慢慢开始会使用网页 使用iPad 用电话上网 我父亲并不完全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是如何 他只知道我是做关于IT的 他只知道我是偏写软件的 我爸一开始接触上网的时候 其实他最想要做的就是 要知道计时彩票开券的号码 当他知道他可以上网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 他就开始叫我和弟弟叫他上网 我爸现在拥有智能手机 我爸现在拥有智能手机 他会上网 他会上Facebook 他会用Bud Apps和我们聊天 我们还有一个家庭组 因为现在很多在做Web Development的 都是从学校毕业出来 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学到的东西 并不适合你在领域上面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 在他们学习的当中 他们必须要令他们自己精修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做的是 要有一些课程 要去一些学校里面 跟他们说 其实现在这些就是最新的科技发展 你必须要实时更新自己 我开始早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遇到了困难 因为当时我所学的技术 和当时领域需要的技术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去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 我失败了 当时那个面试者对我说 你不适合做网页开发者 当时我还蛮伤心的 过后我没放弃 我去面试第二份工作 幸好当时我第二位老板对我蛮好 他说只要你肯做我就给你机会 所以我就开始做那份工作 过后 渐入家境 我也升职了 还有机会去面对客户 然后 渐渐地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我现在所做的工作 我希望别人叫我工程师 也可以叫我女性工程师 在马来西亚很少找到女性是做web development的 身为女性还是属于少数的 好像是real girl care out 还是move care out 我们会有talk的session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made up 我们会有一些collapse 去教导一些科技之类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去gather女性在同一个community里面 就更加方便交流 当你们有交流的时候 你就知道别人其他的女性 到底在这个领域上面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更多女性 去取得更多的证明 我们的目标是更多的问题 在任何游戏的达民的达民 对第一个项目 你只能够证明自己 所以后来 我们就只能够证明 我认为我们是个社会 是一个地方 我们能够提供的平台 让人们 开始从零件的地方 当我们去 organize这种workshop event的时候 因为在马来西亚 就很少类似的session 如果我把40张票放上网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控制的话 可能30张票 就会给男性直接sign up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 特别去 去turn out男性去参加这个 event 因为我们是无门虎口 我是希望更多的女性 参加这个workshop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就是 可能把大概7-10%的位置 先保留给女性 在传统华人而言呢 父亲是扮演一个比较严厉的角色 父亲通常不会说一些 说你令他骄傲的话 只是从别人口中就会听到 就是从他巴沙里的朋友口中 都会听得到 一开始我是觉得惊讶 因为他从来没跟我说 就惊讶比较多 惊讶过后就有点窃喜 因为他算满意我的成绩 我觉得呢 网页是无法被代替的 只是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 可以令网页更加popular 更加多人使用的 学习网页学习开发这一部分 在马来西亚还是比较缺少的 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是有影响到 我如何去mentor 新的人去领导他们怎么学习网页 我希望我是其中一个推动网页发展 我希望做到的是 让这种知识更普及 更多人知道如何开发网页 这种知识更普及的 进行设计